今天下午 延續中央教育的有關親子之間 禮拜三講家庭相處 這次就漏掉一篇 因為禮拜五已經錄好講道節目 所以禮拜五我就漏掉了祖孫教養這一篇 下午就補親子教養這一篇 因為上個禮拜是三重教會的中央教育 他們的教育股就設定題目 讓我講 那我就定了這三個題目 就是有關家庭之間成員怎麼相處 自己家裡人都比不信的還不好 比如說在教會哈利利亞平安 回去家庭關係亂七八糟 那枉費我們信耶穌基督卻沒有基督的信箱 那就很可惜了 那祖孫教養 這個也是現代的一個問題 今天下午的親子教養 兒女是神手式的產業 我們都按照常理去想 有的人很努力想要有孩子 神不一定給你 當然你可以藉由主內的這些 比你年紀輕的你把他當成兒女 我曾經在社學院讀書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教我們西伯來文 希臘文的一個傳道娘老師 她年紀比我大 那時候祖孫北來中教會的是黃東文傳道 我最佩服他的台語 他是我聽過台語講得很像那個史燕文 非常的文雅 那個用字 真的非常好聽 那時候小弟跟他聊天 跟那個黃傳道聊天 那在總會的一樓有那個大柱子 那個傳道娘好像一個小少女一樣 躲在那個柱子那邊 偷看一下 然後就遠遠地這樣偷看 我說傳道娘 出來啊 傳道在你的前面 OK啊 我們就這樣聊天不是很好 他就說 那個傳道 把他們當成 他沒有兒女 他沒有孩子 但是他把他們當成 把所有教會的人當成自己的孩子 意思就是說 他也把他當成屬靈的父親 所以 這個親子教養 不在乎你有沒有小孩 但是你家裡總是有晚輩 你怎麼跟他相處 那我們就講到第一段 就是同心合意 同誰的心 合誰的意 中央五為準 以我為準 世界繞著我跑 宇宙的中心 大家都要繞著你轉 同你的心 因為你最老 以老賣老 是嗎 我們就來思考一下 在創世紀27章 有一個家庭 非常的奇怪 就是以沙跟李白嘉 這一隊 他們 尤其是以沙 他一生當中 好像只有這個毛病 這個缺點 其他的 都非常值得我們來效法 整個創世紀裡面 記載最大的篇幅 就是記載以沙的婚姻 26章 最多結了 可見神多麼注重婚姻 這個以沙 他的結婚就是蒙福的開始 在主裡結婚 那我想那個背景 以沙何許人也 他爸爸是誰 亞伯拉罕 有錢人 他是誰 繼承爸爸的財產的 屬林的唯一的 亞伯拉罕的繼承者 當然亞伯拉罕還有其他的兒子 但是應許之子 加拉太書講的就這個 你看他那麼順服 一路都是 乖寶寶 40歲才結婚 但是他自己有家庭之後 就是有以沙雅各 生出以沙雅各之後 問題就開始了 親子教養的問題就出現了 夫妻可不可以不同心 不行 這個家庭就告訴你 絕對不行 你當然會跟我講 等到我們的心臟 本來就偏心了 我講的不是那個器官 我講的是你的腦袋 你怎麼看待人 你是不是像主耶穌一樣 沒有尊規卑賤 只有有信心沒信心 有愛心沒愛心 愛不愛神 敬不敬為神 順不順服 是不是迴轉如小孩 還是做壞事像大人 做好事像嬰孩 那就糟糕了 道理 心中沒有道理 是最大的悲哀 以前講的 貧賤夫妻百事哀 我看不是 沒有道理才是百事哀 不是只有你哀 全家族也因你而蒙羞 雅干 不是嗎 你看那個以撒 你百家 媽媽就偏愛這個雅各 因為他在帳篷 安靜 為人安靜 其實主耶穌喜歡那個安靜 立志祖安靜 那以撒 同樣他們所生的 夫妻所生的 但是 卻只得父親以撒的特別喜愛 媽媽在這 在為雅各設計 要奪長子的名分 一碗紅豆湯的時候 那個整個 思慮之縝密 用心計較 那個 直逼那個爭環傳 宮廷內道 好厲害 這個家庭怎麼 不同心呢 家裡充滿了競爭 保羅本宜我們 信了主了之後 你要拿掉那個增淨的心 看別人比自己強 就是像絕書一樣 西極論道空自己 取了奴卜的形象 我們是取了人的形象 但是耶穌是取了奴卜的形象 真的是謙卑到不行 他是神 爭權奪利 爭什麼 長子權 分財產 徒什麼 徒自己最大利益 但是屬靈上來講 雅各這個抓是對 他看中這個長子的名分 我們大家要知道 我們到天國沒有赤子 沒有三子 那個 最小兒子 沒有 大家都是長子 都是有領雙輩分 屬靈上的意義 所以你不要說我屬靈 我就去點個我當赤子 沒有赤子的位置 都是長子 就是尊貴的 阿不同心 像誰 父子不同心 以利的兩個壞兒子 何佛尼菲尼哈 薩茂爾基章是二章 還沒先寄的東西 他就拿來吃 不能只要先給神的最非面的自由 也拿來吃 在聖殿前跟婦女一行 苟合 行淫亂 我們看那個爸爸那個態度 以莎 對不起 以利 是什麼態度 孩子啊 你們的名聲不好啊 不要這樣啊 不動不仰 愛的警告 他孩子繼續壞到底 他們又是領導者 整個影響很大 所以他們沒有一個男人 活到受終正寢 沒有啊 叫做詛咒 神的詛咒 所以講個例子 我問台語講 性性不好 性低雅早 什麼意思 你寵性兒子 兒子長大 不好啦 聖經的基本觀念是性惡論 寵世紀八章二十一節小字 人從小懷著惡念 這是神的看法啦 我們人呢 性本善喔 性本善就不要道理啦 你自己會變好啊 不用耶穌了 你很好啊 是不是 不可能 羅馬書講得我們心中兩個綠啊 我想要做的善做不出來 不想做到偏偏去做 我們帶小孩子也是一樣啊 你要培養他的好習慣 你把他講幾次打幾次 不一定打啦 一直洗洗念 好不容易 才學會 才有好習慣 啊壞習慣咧 講髒話咧 去幼稚園 第一天回來就會講 為什麼 那就是代表人性沒惡啊 舉個例子 三四十年前 四五十年前 我們轟動社會的 台灣的社會新聞 有一個 男人即將被槍斃啊 判死刑 以前戒嚴時期 以前戒嚴時期 有槍斃嘛 判死刑要槍斃啊 他要被槍斃啦 因為他 犯了陶奸大罪啊 去偷去搶啊 以前搶盜是唯一死罪喔 搶銀行是唯一死罪嘛 底十科 還記得嗎 哪像現在 殺死幾個也沒關係 反正都一樣嘛 反正 反正 要有愛嘛 所以有的時候 人本主義到最後 真的是 沒有辦法形容啊 人本教育到最後 真的沒有辦法形容 怎麼會這樣 保障壞人 好人 誰叫你當好人 活該好人 保障壞人 欸 他怎麼樣 他被判死刑啦 他就要求法官做一件事 法官 我要去我媽媽 他媽媽有 然後 旁聽嘛 在旁 在那個 在這個 後面的位置上啊 他說 我要走了 我要 我已經要死了 我 要跟我媽媽做最後的告別 他就去媽媽那邊 他叫 要媽媽 答應他做最後一件事 什麼事 媽媽 我還可以吃你的奶奶嗎 媽媽也不假釋說 反正兒子最後的要求嘛 就給他吃奶奶 當場他就把他的奶頭咬斷 為什麼 他就說 我小時候偷東西 你都跟我說 好 不錯 不錯 台語語句講的 誰喊什麼 大喊 大喊 大喊規矩 什麼 大喊規矩 就是這樣來的 小孩子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你都 是非善對 都不教 讓他以為 講是對的 就像以利的壞兒子 這個就不同心 在主裡不同心 也沒有照道理同行 必然的結果 不會分左右手 像淋漓圍城的那個一樣 但是也有好例子 雅撒跟約莎法 這兩個王 在聖經裡面 一代之下 14章到18章 兩個好王 父子都是好的王 甚至約莎法 遵守神的律法 得到主的祝福 有那個智慧來治理國家 未雨綢繆 把自己的那個城牆 建立成那個堅固的堡壘 有智慧 抵抗外虎 抵抗那個敵人的侵擾 很聰明 神跟他同在 一個有道理的人 不管你做什麼 神都會在你的行業裡面 給你有額外的聰明 額外的智慧 比人家 就像但依禮一樣 連王都看出 他有神的靈跟他同在 為什麼 你就跟主耶穌同在 當然主耶穌不愛你 主耶穌愛誰 你那麼愛主 主要愛誰 當然是愛你 像亞伯拉恩 以撒 創世紀22章 父子同心同行 怎麼知道他們同心同行 十幾歲的 大概十幾歲 至少於十幾歲的這個以撒 可能一百多歲的亞伯拉罕 獻祭 這場的獻祭 只有神跟那個亞伯拉罕的對話 亞伯拉罕口風很緊 也沒有跟普人講 也沒有跟以撒講說 等一下就是要把你切成幾塊 放在毯上燒掉 沒有 沒講 因為他信 神 希伯拉罕講 他相信神就算他兒子死了 也會復活 所以他在22章那邊有講 我們去獻祭 我們還會回來 什麼意思 他做這個動作之前 他就像希伯拉罕講的 就算主耶穌神讓他死了 讓我大謝八塊 那幾塊 然後這樣放在堂上燒了 但是還會復活 你看 這麼大的信心 這個兒子也不妨多爛 父親啊 沿路都不講話 同心同行 終於講話了 就說什麼 父親啊 這個獻祭的財和刀都有了 那個獻祭的羊羔 然後呢 父親只是淡淡地講 以馬內利 耶和阿以樂 耶和阿以樂 神必預備 他就這樣相信 等到真的要獻祭的時候 才知道說 我才被綁 我就是那個獻祭的 他也乖乖地在那邊等著被殺 這個獻祭的 他就想想看 一百多歲的老阿公老阿祖 拿刀要砍你了耶 又不是腳毛沒想要走 我腳毛我胎沒想要走 正常都會跑啊對不對 甚至 有的很生氣 還會拿石頭打那個老爸咧 什麼 你要把我拿刀給我 試試看 給你啃酒頭 打老爸然後跑 反正老爸也做不到啊 一百多歲啊 你怎麼會跑一十幾歲的人 他沒有 是神出面派電視 夠了 一百分 你搞一百分 這場神安排的考試 因為他說試驗嘛 試驗的英文是test test就是考試啊 這神出了考試券 父子同心同行 考過這個信心的考試 所以他才叫做信心之父啊 所有我們大家信耶穌的人 最大的榜樣信心就是亞伯拉罕 所以這個同行同行 神不會虧待啦 以撒 神有虧待他嗎 那麼乖 有吃虧嗎 他活得最久啊 三代裡面他活得最久 亞伯拉罕176 以撒180 雅各最短147 但是都比我們在座多久了 百幾歲 總是什麼情形 我們沒辦法想像 以撒 順福 哈拿跟薩莫爾也是一樣啊 哈拿不會生 沒有辦法生醫 被他的那個 妹子 同一個丈夫 第二個太太 還一直一直恥笑他 取笑他 毀謹他 他痛苦 他就選擇禱告 以利祭司 在聖地跟著他 以為說怎麼大清早 就在那邊酒醉 不震驚的女子 他回答說 我是因為憂傷過度 太難過才能過了 結果神垂定他的禱告 本來不會生的 生了一個以這個薩莫爾之後 就把他獻祭 就是許願歸神 回給神 為神所用 哈拿有自虧嗎 他後面又陸陸續續生了弟弟妹妹 一堆 那我們來想一個問題 就把他奉獻給神 哈拿把他斷了之後 就把他奉獻給神 阿薩莫爾乖得很 舊約聖經唯一一個 同時具有三個身分 祭司 士師 先知 集大成於一身的 就是這一位薩莫爾 沒有其他第二位 新約 屬靈的意義 就是耶穌基督 新約 屬靈的意義 世師 就是帶領我們跟魔鬼打仗 耶穌阿 祭司 帶領我們長遠 為我們禱告 挽回祭 做神跟人之間的橋梁 耶穌阿 憲祭阿 大祭司阿 這個 他是先知阿 你看耶穌講的很多的話 都在應言不是先知 所以你看看 沒有媽媽在身邊陪 卻是聖經裡面 難得一見最乖的孩子 哪像我們現在 什麼都陪 壞得很 哪有內 啥子 每天在家裡都 每天在家裡都 帶著 但是還是變壞 人家 甘心奉獻的 乖得很 那為什麼 神保守 神保守 所以重點不在於 當然我們父母的本分 該盡心盡力的要做 但是 最重要的因素 我禮拜三講過 把神先抓出來 你先求神的國神的義 其他的都要給你啦 可是我們現在的人 往往都是什麼 先想自己的需要 神的部分呢 應付應付 反正 等我快要走了 快要辦我告別式的時候 再來想信仰的問題 太功利了 來第二段 親子之間 就父母親跟你的兒子 以阿公阿嬤的角度 你們的孫子孫女 德國教育學家 洛德他認為 一個人的人格 跟四個因素有關 第一個是基因 如果你基因好 就是父母的血統不要太近 父母都是健康 聰明 本身教育水準很高 那個教養態度 教養方式有一套 從小會訓練那個孩子的獨立人格 獨立思考 因為自己本身就很會獨立思考 基因 再來第二個 生長的環境 很重要 他想說要不要孟母三千做什麼 有以前是什麼 因為旁邊是殺豬的 他覺得孩子從小在這個殺豬的環境 長大以後就會暴力之氣 就把他搬家 孟母三千 第三個動機 我們做這個事情 一生火笑由心發出 你心裡想什麼 你才會做什麼 我講是你很用心做一件事 不管好事壞事 你一定是生事熟利 像猶大做壞事 他要賣耶穌 你看 想得多細膩 我跟誰親嘴 那個人就是 你看 背後插你兩刀 那個不是用心計較嗎 你的動機不好 第四個 就是我講的這三個 互相作用 會影響到你的人格 猶太人的親子教育 在哪裡 我們來看生命記第六章 四到七節 從摩西時代到現在都是如此 所以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 叫做猶太人 如果以人的角度 在世上的成就來講 諾貝奧講 當最多的85%直接間接猶太人 你能夠不說他優秀嗎 非常優秀 他們的教育在這裡 四節到七節 我們大家一起來練 四節到七節 好 預備 七 神白angel Tag 阿明 你們有沒有說 都要彈論 我們現在父母親按孩子坦論什麼 你現在一天亭也有多 怎麼想 怎麼來插 各位市場也有幾十萬 那个也是很重要 但是跟信仰比起来 跟这一段 你刚刚看人家谈论这个 有比你差吗 你赚得有人家多吗 如果用量化世俗的角度 我们也没有比人家赢 人家就是赢在这里 赢在什么 心中有神 有道理 神特别蒙爱的民族 即便他们现在不承认主耶稣 还是世界上最top的85% 什么化学物理医学 都是他们 所以你把神抓住 会让你的血液很差吗 那可能是你的方法错了 是不是 聪明的人 看到人家的好方法就学起来 愚昧的人 只是红眼睛 那也没有啥 那也没有啥 问题 你做不到他们的成就 这里讲 有几个动词 爱 爱什么 爱神 记 脑袋 记神的话 教训 要讲 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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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红身不好 该讲 要讲 除非他大了 他自己要负责 任何地方 所以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讲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开端 是个开始而已 当中你要不断地付出 灵修 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部分 跟孩子 那以主耶稣的家庭教养 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那边怎么形容耶稣 主耶稣 智慧的增长 除了我们一般讲的 教科书上的知识以外 包括什么 神的智慧 我们人都会碰到十字路口 这个时候我到底 选左边选右边 我到底选择这个学校 选择那个学校 我到底选择这个职业 选择那个职业 我这个职务 我这个怎么主观管 我接了好呢 应酬很多 可能精进神的机会少 你都要衡量啊 都有决定啊 尤其如果你的恩赐越大 能力越大 你可能要处理的事情 你要管理的人更多 是不是更要有神的智慧啊 因为所罗门 他也是跟神求智慧啊 深量的增长 不是说我身体强壮 看起来像大人 但是内心的 好像温室里的花朵 没有挫折容忍力 那你之后增长 身量增长 像主耶稣一样 神就喜爱他 人也喜爱他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竞争 人喜爱的心增长 其实单单主耶稣 我们就讲主耶稣就好了 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 永远的榜样 他的忍耐力超高的 以现代的话来讲 他要做的事 没有人可以阻挡他 彼得不是说吗 他听到主耶稣说 我要进耶路撒冷 然后呢 我准备受死 主啊 不要啊 不要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他就是完成神的旨意 忍耐 众人给他 耻笑他 吐骨髓 扎他 他都不坑一语 但是关于信仰的 他就坚持立场 他很优雅 他很有礼貌 他跟犹大要卖他 他讲什么 朋友 你要做的 你去做吧 你看 真的要 你死咧 讲话还那么优雅 朋友 你要做的 你就去做吧 我们咧 人家信徒得对我们一点点 讲话就 向盖盖去噗噗 就已经什么不好听的话 全部出来了 再来 他很有同情心 又很温柔 又很谦卑 非常诚实 所以人一定喜爱 我们讲是从打心底喜爱 什么 诚实的人 你喜欢跟一个诡诈的人在一起 讲话 今天讲这样 明天又讲那样 到底哪一样是真的 不知道 所以这个宗教教育 讲的是全人的教育 什么叫全人教育 从孩子出生到人结束 你活八十岁 那你的宗教教育就是八十岁 我有讲过吗 宗教教育是神本教育 就是要教你认识神 敬畏神 世上的教育讲的是人本教育 尊重你的感觉 尊重你的态度 这是人本教育 所以 以利的错就是尊重人 尊重儿子 过于尊重神 这样是不好的 在我们的亲子教育里面 要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不要犯了这个毛病 表面上好像你很尊重你儿子 但是女儿 但是你害死他 好心害死人 就是这样 好像夏娃一样 以为说有好东西给老公吃 所以我们怎样能够做一戏 那 圣经也讲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那就活多久 神的同在就有多久 这个就是也是我们要给我们儿女 有这样的观念 有这样的观念 因为祝福嘛 我们不可能永远陪着儿女 但是我们每一个父母 一定是希望他们很平安 很幸福 这个我们不能决定 你不是财产给他很多 他就很幸福 也不一定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就是你活多久 神的祝福有多久 那我们做父母的亲子教育 我先讲我们父母这一块 等一下再讲孩子那一块 我们来看一部所书六章四节 一部所书六章四节 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 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所以讲得很清楚 不要惹儿女的气 晚上都不能想起 不是啦 有原则 我们旧圣经讲圣经 我就不翻圣经 就是不要随自己的意思 来养育儿女 凭血气 我今天就在学校被校长骂 回去就骂老婆 老婆打小孩 小孩去踢狗 狗再去咬校长 听懂吗 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可能我们自己在外面受到一股怨气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不好的情绪 转到我们的孩子 这个就是惹儿女的气 教养有方 偏爱 逆爱 虚的 虚假的爱 比较的爱 兄弟姐妹 有没有 你的孩子们 那些比较好 那些比较好 一股的花一万 你也要一千 比较 你要看每个人的能力 再来 还有包括什么胎教 炎教 圆教 圣教 其实圣经的教育 你有没有发现 该打还是要打 可是现在主流教育 不能打 问题是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这些没有被打的小孩子 有比那个三四十年前 还要勤奋 还要吃苦 还要挫折容忍力那么强 怕挡手 电头用 那种精神 台湾牛的精神 好像也没有 没有打 比较乖 比较有礼貌 没有啊 很奇怪 所以真言十九章十八节说 当趁着有指望 随时管教自己的孩子 主耶稣的教育也是机会教育 他看到什么 他就用那个环境来教育门徒 我们父母也是一样 主耶稣的教训 要我们教孩子是什么 教导小孩认识神 认识神 平安福气就会临到他 教导他明白圣经 要教他说 那个神的话是有 在哥林多书信有讲 是有界限的 有那个boundary 就是那个 有边界的 你跨过去不行 不能够 我试试看 还有教导他当走的道 那 这是正路 警戒养育熬女 主耶稣说 要为自己的女儿熬女哭 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薩默教得很好 有没有 他要死以前 他对以色列百姓讲 我有没有 透过你们的女儿 我有没有占过你们的便宜 有没有 大家一口同声说 没有 光明磊落 清清白白 堂堂堂堂堂 这个亲子教育 严格说是神教他 因为爸妈都不在身边 一年只上去一次 有没有 去见一下儿子 剩下的都是神养的 那个观念多好 那 举个例子 亲子关怀 我们以 亚伯拉罕来讲 我们来看创世记的二十二章 亚伯拉罕跟以撒 这个座附近的 怎么关怀他的儿子 我们就 向他学习 创世记二十二章 一到八节 爱他就是要知道他的需要 你看他们这个父子的对话 你看第七节 都那么有礼貌 以撒对他爸爸 还会对他一百多岁的爸爸讲 爸爸 要不要让我回答什么 我儿我在这里 很可气 我们现在的父子对话是怎样 指上没打架 是吗 是吗 你再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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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跟你 推 说 要不就不讲话 讲话就是 说没三个 两个月就想要去上手 你看他们讲话都有礼貌 一百多岁 看这个小儿子 你看这个爸爸都尊重这个好儿子 叫一下爸爸 爸爸马上回应 当然爸爸叫他 他更是会回应 你看这种教育 多好 天使 天使叫这个爸爸 你看天使叫他爸爸 二十二章第一节 阿伯拉罕 神啊 神叫阿伯拉罕 第一节 呼叫阿伯拉罕 一百多岁的 亚伯拉罕 我在这里 你看 这个就是 平时做人就是这样 我们要做基督徒之前 先做好人 把人做好 你人都做不好 你怎么可能做好基督徒 一般世俗的 那些没有信我们教会的人 礼貌周到都做得这么好 我们做不到 然后我们还要求我们孩子要有礼貌 可能吗 都有可能 阿伯拉罕 自己在家里看电视 好吗 所以 他们这个是良好的教导 你看那第七节到第八节 父亲阿伯拉罕 我在这里 你看 活彩都有了 反记者羊羔在哪里 神必预备 两人同心同行 这里再讲 盈教跟神教 在基督里教导儿女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诅咒儿女 不要过分要求 讲过就好了 不能洗洗念 你想想看 我们自己当儿女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父母 我们都会觉得他唠叨 你自己现在当长辈了 我现在换你唠叨 你真的很担心 帮他祷告 求神说 现在见了大人 他可能讲不听 求神在灵里面 给他智慧 讲不听 你就祷告给神讲 要神去教他 也是一个方法 像谁 他把他的孩子换岁 结果怎么样 常常为他们献祭 因为太有钱了 七节到八节 你看这一对 差一百岁的父子 有没有良好的沟通 好的很 他们是 但是 将近四千年前的人 我们读的书一定比他们多 可是我们不一定比他们好 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知识可能比他们多 因为我们看多 我们现在媒体发达 但是我们不一定比他们好 我说对神的部分 子女 现在要换子女了 对父母的关怀 22章6节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驢子在这边等候 我余童子去那里拜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以撒 他知道为什么父亲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原因 他信任他老爸 我们现在相信我们的父母 没说白 本宅怎么没说白 子女就说 你还多多 我少在他睡 当然我们当父母的也有我们的难处 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公平 说讲自私一点 我们总是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小孩 你总是有点多 就像 多一点点爱 因为有些孩子就是 就是很得父母的爱 这个不会演 一定会有 有的是长得帅 长得漂亮 没办法 心都是他的 可是搞不好他 长得比较不好看 搞不好心里最善良的是那一个 他长得好看 他只是长得好看而已 其他的做人都很差 但是因为我们的偏见 就是不喜欢 那我们要明白父母的心意是什么 以以撒在这个环境里面来讲 就是我相信我的父母 不会害我 我接纳我父母的安排 以撒在这边很乖 到他40岁 你那个 好野人的儿子 你看 他要自己找漂亮的女子 他不要 他完全舒服老爸的安排 圣经把他写在里面 那种标准模范的婚姻 要我们学 你要现代 要传代不可能 你怎么不知道不可能 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软肉 别人有做到 只是我们不知道 或者我们当做不知道 相信父母 父母自有他的考量 一般正常的父母不会害你 只是说我们要改进 我们当父母要改进 是可能我们表达的方式 就是 孩子一时半刻 他没帮我接受 但是终究 还是会明白 尤其是你自己有小孩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要帮家的时候 你在家 你的父母多辛苦 再來七节到八节 这段的对话 在讲什么问题 有问题跟父母谈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 救老爸老父不知道 不要只有告诉朋友 要告诉你的父母 再來 六节到八节 还可以告诉我们 顺从父母 这里当然有个前提叫做 在主里 听从父母的话 如果父母是根据圣经 好好的跟你 沟通 请您接受 因为你也会当父母 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走 看到八十九十的人 一百的人 睡了 我常常会想一个问题 没多久 我就是那样的人 早晚就完了 如果活得到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当人的孩子 我们都不孝顺了 那我们还希望 那孩子好乖 我绝对不会像我爸爸一样这样 错 那个是潜意识的 那个就原生家庭 我礼拜三有讲 夫妻两个结婚 你可能认为 你家的教养很好 不一定 搞不好你娶的 你嫁的那一个 比你好 你娶进来的 或者是 你当人家女婿 当人家丈夫 你那另外一边比你好 可能太太比你好 老公比你好 就互相学习 好孩要更好 怎么做好亲子沟通 如果小孩子不听话 父母一定会生气 父母为什么生气 他不听话 他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好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一定要好好教 要不然的话 这是我的责任 第三个 我没有把我忍耐 这样就是不对 第四个 他不好 是我的责任 我自责 我内疚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人在长大的过程 以前听过 某个大学教授这么讲 人生有四期 非常不稳定 第一期 三岁到五岁 你会发现 那时候的小孩子很可爱 但是 开始学为什么 不要 不好 不是 好不好 不好 要不要 不要 他也不再反对什么 就是这样 第二次 青少年的时候 青春期 因为身体在长大 但是心里没有办法跟上 荷尔蒙的吹鼻底下 很多都不理性 第三个 公年期 第四个 痴老顶狂期 你会发现 有些老人家特别的骄傲 很狂 没有救了 大概就是这样 痴老顶狂期 四期 这是我们人 这是我们人 那 亲子沟通的技巧 当然一定要在 对的时间 说对的话 适合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立场 来讲 就像 那个 马来西亚那个学生 冯大友弟兄 他在林口那边有见证 不知道他在新庄有没有见证 好像没有 在林口那边有见证 他的中医 本来是中医 本来是中医 毒子 他爸爸是什么都卖的 他有姐姐 意思就是说很看重那个钱 为什么给他读中医 因为以后出来当中医 赚钱赚很多 在他们的社会 读五年 读六年 他们的中医 那有一天 他一直想要当传道的心 一直从小就有 他的那个信仰是从妈妈来的 他从小就很喜欢抢第一 抢第一来领师 他做什么做圣工 他羡慕上工 但是他有一天就看爸爸 在商店 他开的店 好像蛮大的 什么东西都卖了 他在客席 扇子在那边 在躺椅 然后会笑 他从窗户那边偷看 这个事情 他先祷告 祷告完之后 准备要把 他要报考升学院的这个想法 跟他爸爸讲 他挑好时机 然后向神祷告 求主开路 勇敢的 我就讲 讲完之后 他就低头 准备要被骂 还是被打 那你晓得 他爸爸竟然 跟他讲说 好 那你就去 沟通 虽然你爸爸 他的形象 他就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要把神的因素 拿进来 祷告 教托 他可能会阻挡 你先祷告 那你就看 他高兴的时候 跟他讲 心情好的时候 跟他讲 事情就解决了 是不是 这个 这样的亲子教育 是不是很好 这样亲子沟通 是不是很好 再来 之前我们周六教育 有讲的耳朵 是用来倾听 先把人家的意识 好好的 听清楚 听明白 然后呢 再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其实就 你不会动怒了 你慢慢生气 就不会生气了 就很好 亲子沟通就很好 就像我讲的 有的时候我们 因为没有看到别人的父母 我们 会认为说 我们家的这个观念就是这样 铁板一块不会动了 可是有的父母 他跟亲子 他跟亲子之间的那个互动 当然有耐性 愿意花时间 明明自己不会 但是为了孩子要学会 就当书童 白天自己有工作 去陪他 不懂月理的 还陪他 还给他翻譜 还在做什么 做什么 像那个小书童一样 有的人当父母是这样当的 真的 真的是 疼不疼不疼不疼 不是只有那个钱的问题 只是 你花的时间 你用不用心 那 当然外面的书很多 包括说 让他在成长中长大 或者是什么 赞美中 赞美生中长大 什么什么 那有的父母 他不会打小孩 但是他会用行为 主义学派的那种 用正真抢的 什么意思 讲白一点 他表现好 一个贴纸 或者是 他这个孩子 他特别喜欢什么 如果他用 集满几个 好 我就让他完成 如果他表现不好 我也不打你 我不让你 我就把你这个拿掉 你想要这个吗 没有了 开始训练他自律 自己 自己 要求自己 也是圣经讲的 勇士就是能够克制你的 克制己心 亲自同行 孩子想跟父母谈心 父母从以前的态度就是 孩子人没有了 爸爸 你这个 孩子没有了 你就关闭了那个跟小孩子 每个小孩子都不一样 没有好坏 每个特质就不一样 气质就不一样 有的小孩子 你只要大声 他的那个眼珠子 就满满的泪水了 所以你怎么可能打他 有的被打了 不动不动不动 所以都不一样 亲自同行 最起码小孩子跟你讲话 虽然他小 不要说因为他小 你就看电视 就是有听 但是 那你这个教育就无形中 再告诉他说 以后你父母老了 你也是这样 也是可以这样 合理的管教 那最后一个 亲子教养的几个思考点 我们为什么要看重亲子教养 我们是希望这个孩子以后能够知道孝顺 孝顺 孝顺 我们虽然科技社会很进步 但是我们还没有到完全像白人的社会一样 18岁以后完全独立 就不管了 父母老了自己到那个安老院 年轻的子女也不要管你了 我们的台湾社会不是这样 小弟认为 我们信仰还是要结合我们的文化 该孝顺还是要孝顺 就算你把他送到安养 像那个山虫某个负责人 他每个安息日都会下 安息日教会处理完了 他星期天还是会开车 他就要去安养院去看一下妈妈 不要说我送到安养院我就都不管了 因为你不要看这个小动作 你的小孩也会看 你怎么对待你的父母 你的小孩将来就怎么对待你 所以亲子教育都是模范 模范 最起码那个孝顺 如果你好几个孩子 你怎么样安排老爸老母 怎么样 一个月有吗 有的兄弟会按照时间来奉养父母 也不错 有亲情的孩子才会造就孩子 小孩子 能够挽回他不要让他变坏 还是父母的爱 以鼓励代替责备 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的实验 老鼠不管怎么样都给他电击 他到最后不要逃了 你怎么样都啪啪啪啪 都给他电击 那个叫席德无助 我怎么样我都 父母都认为我是 老婆的儿子 没好 聴角 他绝对会放弃自己 那结论 我们这么用心在亲子教育教养 就是要让父亲的心 神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 祝福给我们的儿女 从神领受父母的爱 我们要把神怎么爱我们 我们再给我们的孩子 就是体会 让他体会这个看不见的神 跟我们肉身的父母 一样的爱你 他就爱神 是不是 甚至神的爱 比我们父母给孩子的爱 还要更多 让他知道敬畏神 让他知道神是最爱你的 第二个 建立家庭祭坛 再来第三个 不要惹儿女的气 那最后一个 从圣经给我们孩子盼望 唱诗 来来 我们转远